欢迎收听古风穿越报效言情剧 第一交 第222集 真话 回头望了眼长公主府的方向 长青跟着荣衡去书房 屋顶被炸 那得生多大的气啊 太后估计没有一个月是出不了门了 殿下 长公主不会善罢甘休的吧 长青一面走 一面念叨 荣衡冷声道 就是不炸 她也不会善罢甘休 别的不说 单单镯子一事 血断一事 苗疆人设计密道一事 长公主就不会放过她 正好 三合镇那边能查的都查了 长公主与窦家老夫人究竟是什么关系 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 要么从长公主身上找到线索 要么从窦家嬷嬷身上找到线索 而这两者 目前都没有进展 三合镇暂时没有必要再去 不过今儿得进宫一趟 进宫之前 荣衡去了书房 打算整理一下等会儿要向皇上回禀的内容 才坐下 安卫现身 殿下 您安排在京都到三合镇路上的死事 一共捉到十二个镇国公安排的死事 荣衡闻眼 不由得一喜 不错呀 第一次出手就捉了镇国公这么多死事 平昂军的擂台训练法果然不错 安卫继续回禀 十二个死事 只有一个活着 其余皆自杀了 属下已经审讯过 他们十二人潜伏在路上 主要是为了拦截陛下 从宫里派出的查探三合镇情况的人 拦住了吗 荣衡问 暗卫摇头 没有 殿下的死事前脚刚捉了他们 殿下派出的禁军和太医 从他们埋伏点经过 因着事情不影响殿下的计划 属下才没有立刻回禀 原来去三合镇给他整瓶安卖的太医 真的是父皇派出的 起初荣衡还以为是镇谷公耍的障眼法呢 今日一早 五殿下见了豆丝小姐 两人在三合镇外的小林里 谈了半个时辰的话 因着距离远 属下并未听见他们在谈什么 荣衡略汗手 继续盯着豆丝的人 尤其是豆丝小姐 二奶奶和那个陆康 是 安卫领命 镇谷公府的那个死事 该如何处置啊 荣衡问长青 父皇如何处置你五个禁军的 福星说 陛下把他们赏给了镇国公做护卫了 荣衡转头朝安卫道 给镇国公送回去 安卫得令 转瞬离开 长青胡矣 殿下 为什么要再送回去 荣衡嘴角前着冷笑 当然是送回去给镇国公添堵 整理一番 荣衡进宫 玉书房外 大理四卿正立在门口 等皇上传诏 见荣衡进来 大理四卿规规矩矩行了个礼 殿下也是来回禀三合镇一案的 荣衡笑了笑 大理四卿便道 陛下现在不得空 怕是要等一会儿呢 这说话 一个小内室打开玉书房大门 朝荣衡躬顺道 殿下 陛下让您进去说话 大理四卿顿时舌头一闪 带着几分意外看向荣衡 荣衡笑着回誓 你的陛下是我爹 福至心灵 大理四卿看懂了荣衡这一笑 顿时眼角一抽 九殿下你真是变了呀 以前的九殿下 万万不会有这种想法的 长青看着大理四卿的面色 眉眼微皱 以前陛下也是我们殿下的爹呀 大理四卿 玉书房里皇上当真在忙 受皇上多次明示暗示 惠妃效仿苏青 炸了一点小鱼干 结果非常成功 皇上正忙着吃 见荣衡进来 皇上笑道 来来来来 尝尝 是你王妃炸得好 还是朕的惠妃炸得好 荣衡 这话听着怎么这么奇怪 这是让我在媳妇和母妃之间选一个 圣命难为 荣衡洗了手 念起一条小鱼干塞到嘴里 谁炸得好 皇上迫不及待问 荣衡看着皇上满目的期待 围心道 母妃炸得好 皇上眼角一抽 顿时拍桌子瞪眼 你再说一遍 谁炸得好 荣衡顿时懵了 父皇是什么意思 迫不及待地问他 满目期待地看着他 结果 难道是要让他说真话 看着皇上的神色 荣衡试探道 那就是苏青炸得好 皇上满意一笑 真也这么觉得 荣衡 没明白皇上是什么意思 不过皇上也没让荣衡猜 非常直白道 苏青若是有空 让他进宫来娇娇会妃 婆婆不如而袭 这传出去像什么话呀 荣衡 那苏青要不要也 娇娇母妃打架什么的 这事说完 皇上端了茬 你来是有事吗 荣衡咳了一声 道 儿臣来回禀三合郡谣言一事 说说 皇上道 可荣衡总觉得 他父皇的注意力 并不在他说话的内容上 而是在小鱼竿上 深吸一口气 荣衡摒出杂念 道 经过儿臣调查 三合郡的谣言 并非源于三合郡 而是源于长公主府 嗯 皇上点了点头 荣衡 您难道就不应该表示一下惊讶吗 偏了一眼 桌上那盘难吃的小鱼竿 荣衡拿出血断 儿臣在三合郡发现了这个 福公公立刻将血断接过 捧到皇上面前 扫了眼血断 皇上的面色总算是凝重几分 就在闹谣言那晚 三合郡斗家窦老太太所住的院子 发生爆炸和大火 大火烧毁了院中一切 这个是在灰烬中发现的 另外窦老太太的院子 儿臣挖到了一个密道 说着荣衡地上一块刻着图腾的青石砖 福公公乘上的一瞬 皇上顿时脸色一沉 这是在 窦家发现的 荣衡点头 是 并且 儿臣还查出一件事 窦家曾出过一个嬷嬷 这个嬷嬷原先是皇祖母身边伺候的 几年前被外放出去 嬷嬷被外放之后 每年他生辰 长公主都会派人送去贺礼 皇上置于桌上的手 骤然捏拳 福公公似有若武地推了皇上一下 陛下 喝口茶 荣衡眉心微动 福公公如此 明显是在提醒父皇什么 难道父皇曾经见过这青石砖 还是这青石砖 另外有什么故事 低眉垂眼 荣衡眼底一片疑惑 皇上看着那花纹繁杂的青石砖 沉默虚语道 还查到什么了 点赞评论分享是最好的催更方式 更是我们的动力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